沸騰的海水養大了颱風 那地震要怎麼解釋 看似相互獨立的 居然專家說不 它極可能是相互牽引 大家先來看一下 昨天嘉義的中浦 連續發生了好幾次的地震 那不少的人 看到 從監視器的畫面就知道 這個地震 已經造成的晃動是不小的 所以有很多人 看到地震一發生 就立刻衝出門外 你看像是超市裡頭的東西 架上裡頭的東西 全部都應聲而倒 但是呢 大家一看到嘉義中浦的地震 自然就會聯想到 之前嘉義中浦鄉 它的這個斷層呢 還有以及引發地震的地震 梅山大地震啊 對 斷層是梅山嘛 那之前的中浦地震呢 他們的這個震央也都相當 是在附近的區域而已 不過我想先回應 主持人剛才所說的慢地震 根據專家所指出 慢地震是指較為溫和的 一種地牛翻身啊 它可以藉由緩和的斷層滑動方式 釋放出地底能量 哎呀 講白話一點啦 就是有一點讓你感覺不出來 溫水煮青蛙似的 這種地震也許不會對你造成 很嚴重的影響 但是呢 一旦時間拉長 感受不強烈 有時候也可能會讓你 不小心就忽略了它的存在啊 那麼這個慢地震 原因是什麼 稍微科普一下喔 是因為呢 跟颱風之間會關聯 就是因為颱風它是低氣壓嘛 那低氣壓它就降低了 陸地底下的延時壓力 好 你去想喔 陸地底下延時壓力沒有那麼高 在壓力差的這個過程 你覺得會怎樣 就會產生斷層的位移 叫逆斷層的滑動 好了 你知道原因了 再回頭看到了剛剛 嘉義中埔鄉的昨天的 連七連八震 而且我說了 它鎮央也跟當初的 這個中埔地震的這個 鎮央附近 所以也引起老一輩 老一代老一輩的人 他的這個恐怖回憶 什麼恐怖回憶 來 我跟各位說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在1941年 中埔曾經發生 規模7.1的大地震 就是我剛才說的 跟昨天鎮央附近 差不多的這個 這個中埔大地震 你看當年的那些舊照片 我也順便引用昨天 有一些八九十歲的阿嬤 受訪的時候就講 他說 昨天這個中埔地震 雖然讓大家想到了 1941年的中埔大地震 但不能比啊 你要知道啊 那個民國三十年 那個中埔大地震 底盤都裂啦 你去看那些舊照片 當時房屋一共倒了 差不多有四萬棟耶 它是台灣歷史上的 第四大地震 這幾天不只變涼 還有豪雨狂炸 而且呢 除了譚美颱風之外 還有個康瑞颱風 那在雙台共舞牽引之下 大家真的要小心了 而且說到 譚美颱風雖然是青台 但是外圍環流 加上東北季風影響 還是帶來了很驚人的雨量 你來看看啊 在基隆港內的海水 這個顏色竟然從藍色 變成了土黃色 都民眾傻眼喔 因為真的深屏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畫面 當24小時下雨超過300毫米 那就是非常大的雨了 24小時一天真能下300 結果呢 你看整個台北市新北市 還有宜蘭 到處都超過300 這邊是375起跳 也很驚人 400多 600多 台北市的這個市里有沒有 807 24小時可以下到800多公里 那就到兩天加起來 那就超過1500公里 非常大的雨 那整個台灣來看的話 此暴在哪裡 就是東北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所以陽明山為什麼雨會那麼大 因為北台灣 颱風經過 雖然它沒有直接過來 它沒颱風 我們知道嘛 北台灣它是逆時針這樣打過來 所以是不是颱風從這邊經過的時候 它這樣打過來 就是宜蘭跟陽明山這裡 包含陽明山的高度的問題 所以造成這麼大的雨量 那這個後面的康瑞呢 現在目前在這個位置 可是到了下個禮拜三的時候就會靠近了 你看如果以這個點的話 那直接靠近 那就會非常麻煩 那觀眾朋友 我要給大家看一個圖 因為現在目前康瑞 康瑞離我們還有點距離 但是包含了美國的預測 日本的預測 世界各個歐洲的預測 現在出現了不同的路徑 我特別開大圖給大家看 你看 這個是好幾個不同的單位 你看到其中有一個路線 它是預測康瑞走到這裡以後 我們剛剛只看到下個禮拜三會在這裡對不對 對 它之後是往台灣直接穿心而過 哇 其中的這個預測是 紫色的是哪一個 是美國的單位 所以美國預測 康瑞有可能直接直播台灣而來以後 穿心而過 所以今天要給觀眾朋友特別注意 好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雨量 真的是不容小覷 因為其實這兩天大雨下不停 出現蠻多驚人的畫面 對 因為台北颱風 它雖然沒有直接經過台灣 它也沒有登陸台灣 可是它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北台灣 台北 宜蘭都下大雨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你會覺得特別特別的是哪裡 竹南跟苗栗 這個地方居然有強風 而且強到沒有辦法騎機車 喔 畫面上你看到有沒有 對面車廂的這個藍色摩托車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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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直接摔倒 而且這個駕駛還翻倒在地上 你以為它是怎樣 它沒有辦法控制它的那個機車的龍頭了 所以風強到這樣 大同高中 這也是學校建設計畫面 你有沒有去跑步過 有啊 你知道那個屁股跑道 屁股跑道居然可以吹起來 怎麼可能 它是貼平在地上的對不對 也沒看它翻起來過啊 結果這個風強到 直接把整塊的屁股跑道 全部都吹起來有沒有 它把它整個都給吹壞了 所以在竹南跟苗栗 這次的風這麼大 這是在台北台風過的影響 雖然它並沒有登陸 還是這麼強 第二個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整個北台灣 宜蘭跟陽明山 陽明山也有高度的關係 《中生新聞》的記者也跑去 陽明山上面看一下 這個就不用開傘了 因為你根本打不開 風非常的強 至少是風速7級以上 有些地方還甚至到10級以上 所以雖然颱風沒有進到台灣 你看那個雨傘就知道風有多強 根本撐不開 在這個颱風 台北來之前跟之後 居然整個基隆港變成是無法看過去 左邊這個對應有沒有 本來是這樣 結果颱風一來以後 居然整個港變成是黃色 所以說基隆港被染黃 都會變土黃色 所以就知道 它可能是下了雨以後 直接從排水系統流下來 所以雖然沒有大的河川 那它帶來的土石非常的多 影響了基隆 那當地有一些基隆的居民講說 活六十幾歲七十歲 想說有啦 你如果落大雨 不夠大的時候買 當雨量非常大的時候 可能基隆港就會變成黃色的一片 好 所以再來我們就要請 宜蘭跟我們來看到 那到底呢 這個譚美颱風 它是怎麼樣來 肆虐菲律賓的 出現這些很驚人的畫面 我們剛才講到國內 那現在你知道 譚美颱風真正受害最深的是誰 是菲律賓 為什麼我們直接用畫面來看 原本它的雨水淹淹淹 你想說哎呀 怎麼一群民眾呢 站在路邊 然後想說等著想說來救援 不對喔各位 你不要搞錯了 這不是一樓 你現在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 屋頂 直接都給你淹到二樓去了 而且已經造成多少 高達上百萬人 直接必須要從他們的災區 完全的撤離 你現在看喔 你現在看的畫面 不是什麼山川壯麗什麼物產風鎮 不是 原本這些地方要嘛是道路 要嘛是都市 要嘛就是蓬勃發展的經濟區 結果沒有想到 通通大水蔓延過去之後 整個市區都泡水 你完全沒有辦法分辨 民宅在哪裡 加油站在哪裡 所有每一個地方看下去 都只有一個字 就通通都是水 哇天啊 所以看到連市區都已經淹成這樣 這個 如果身高太矮的人 直接被滅頂了欸 你就要學會游泳 當然你要趕快 人往高處爬 水往低處流 所以能躲的地方只是在屋頂 因為很多人屋頂就覆滅了嘛 但更慘是什麼 你如果說只是單純的淹水就算了 因為淹水 那個叫禁止的 但最可怕的是 戶外有那種連通道有沒有 雨晴 你想想看 如果你原本連通道 那你想說我是要逃難啊 結果變得像這樣 哇 泛舟極流 太恐怖了 全部變極流 所以你看整個民眾他能怎麼爬 就只能爬在那個籃缸上 每個都像是把戲團走特技鋼索一樣 這樣子攀著攀著 因為如果你一不小心 腳一滑一下去 很有整個人就直接衝走 那你說雨萱至少是還有籃缸可以抓 但有人更慘 如果你放眼望去 通通都是我們剛才講的洪水怎麼辦 沒辦法 有什麼抱什麼 看到一棵大樹 只能直接這樣抱著 而你要想想 他這個等於是用自己的耐力 在保住自己的生命 因為只要他一鬆手 他一放開 他一力竭 很有可能整個人就被洪水帶走 那洪水如果直接把人給帶走的話 不好意思 就只能問天了 因為下一秒你會被沖到岸上 還是說你會被水流沖到最後體力不支 所以我們只能說 希望這位人兄能夠好好的 我們講活下去 抱著樹這樣子真的是蠻恐怖的 因為這個水一沖 你不知道樹什麼時候會斷啊 但是呢 他除了暴雨之外 這個風也很恐怖 剛剛講的都是雨 但是風呢 如果風搶雨中 你說我家住很高 躲在家裡面 躲在家中走沒事了吧 我家沒煙水就好了嘛 錯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人就在家中 人坐在家中或從天上來 結果發現自己頭上的屋頂怎麼樣 整個讓人閃閃了 欸我坐在家裡看電視 看一半 台風很嚴重 欸跟風把我頭 觸天直接先飛去了 全部都被吹飛走 怕死人 所以你看現在這個畫面 邊哭邊逃難 但我坦白講啦 雨昕 他也沒有這麼緊急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還有心情拿手機在那邊自拍 這傢伙也是有患難精神 但我們來講完有些地方 不該下雨的 也下雨了 你知道是哪裡嗎 哪裡 沙哈拉 我們講到沙哈後面會接哪兩個字 沙漠啊 對沙哈拉 沙漠沒有 現在變成是沙哈拉 戲湖 你現在看到 這是我們講NASA 只用衛星拍的畫面 原本它是一片鋼漢 結果沒想到中間有沒有看到 落影落線 整個湖直接跑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四季大洪水 沒有辦法 因為前一陣子 包括我們講杜拜 莫名其妙有淹水 沙哈拉 莫名其妙也來極降雨 而且這個降雨的程度 一次降雨 就超過了兩年的累積雨量 你就知道有多可怕 而且你想想看 沙漠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我們像台灣 台北市有什麼 下水道 我們有排水系統 沙子是什麼 最難排水的 所以全部通通都積成這樣子 像是汪洋一片的特殊奇景 不講你還以為你在看電影 沙丘怎麼出了第三集第四集 而不只是這樣子 連北海道 都出現了異象 為什麼有異象 北海道雜王這個地方 通常我們講賞雪賞雪 余信你有去過北海道嗎 賞雪大概是要在12月 冬天 1月 冷一點 2月那時候 冷冷的時候 去才好嘛 那我跟你講 現在民眾有福了 為什麼 因為旅行業者 絕對沒有算到這件事情 本來想說10月是淡季 我票價便宜一點 結果奇怪 怎麼10月人客那麼多 因為大家都要去賞雪 怪了提早22天 而且連印度 我們講印度有個地方叫矽谷 這個太可怕了 來整棟房子 有沒有看到外面還有營價 全都崩崩了 就這樣崩掉了 那雨昕你知道是什麼嗎 又是雨水惹禍 因為他們連續三天 我們講的間接性的 強降雨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沒有看到 外表看不出來 結果底下地基直接掏空 所以連印度矽谷的大腦 你要想 為什麼要叫印度矽谷 為什麼要搬加羅爾 代表說那邊是他們的科技產業園區 連產業園區都這樣 對嘛 蓋的東西一定是蓋比較好的 結果沒想到連這種清華地帶 也一樣被沖走 但不只是房子被沖走 甚至連怎麼 有人在卡車上都被沖走 你要想想看 為什麼他會在卡車上受困 等於說他知道有洪水 然後他再開 他開開開開的時候發現 水淹的速度比他逃命的速度還來得快 那淹的太可怕了吧 對 所以你看 所以才一群民眾在旁邊 用繩子要幹嘛 要救卡車 我跟你講這印度民眾 也是非常有愛心 想說看能不能把這個人趕快拉回來 因為畢竟人都卡在上面 但有些東西跑不掉 就沒那麼好運 印度很多房子石頭洞 他是怎樣 原本坐落在自己應該坐的位置 結果 雨昕 天啊 你有沒有看到 他在動 他是在動 這個房子直接被吞下去了 就這樣被洪水吞下去被洪水吞沒 而且你看 還沒見底 還沒見底 就整個這樣吞下去 他就這樣慢慢的淹沒下去 對 所以你想想看 那個我們講水淹的第一個地基掏空 他應該是蓋在河邊 但是這個有多深 等於說溪水暴漲 連這種兩三層樓高的 都直接給吞沒 那你想說 雨萱 你每次都跟我們講印度 對不對 那印度就是氣候就是熱帶 沒辦法 沒有 那我現在跟你講 巴黎總可以了吧 巴黎鐵塔 你有沒有看過 我不講你會以為這是扣換片 哇 你想想看這什麼 什麼傑後餘生 然後什麼我是傳奇 不是 這是現實社會 這不是電影情節 不是電影情節 因為巴黎現在也一樣 颶風 洪水 風暴 一直淹 結果連我們的巴黎鐵塔 都沒有辦法倖免 他也腳下 直接淹到膝蓋了 你想想看 前面全方全部都是一堆車子 為什麼他們要丟在那邊 都泡水了 整個都廢棄了 大家逃命都來不及了 而且更慘的是 就連有行人走在路上 你看 你看這是什麼 也不講你要以為海邊 整個巨浪就這樣直接拍過來 代表說他們整個排水系統 已經完全失禮 淹水可能是潰堤 又或者是有溪水暴漲狀化 所以導致整個洪水在路上 跟沖浪一樣 你想想看 巴黎人搞不好有點浪漫的 衝浪板 都直接拿出來開始沖了 怎麼連路上都有這種情況 而且街道變極的不只是一個 這個至少還看得出街 來 雨昕我問一下 你看得出來這哪裡是街嗎 根本看不出來 因為全部都變泥流了 我只看到滾滾泥流水 變綠瓜麥了 我跟講那個建築物是還蠻漂亮的 古色古香的 但是那個泥流根本慘不忍睹嘛 最可怕的就是你想說 那汽車不行 房子不行 鐵路總安全了吧 沒有 連鐵路都不行 因為連巴黎的鐵路來 你看到 你想說 哇 好有創意 還有文藝氣息 空中鐵路亂講 鐵路怎麼可能空中 它要承載火車的重量 它是整個底下 因為有合列經過 完全被掏空 所以你看到真哥 全世界各地 不約而同的 異地發生這麼多 極端氣候所導致的災難跟現象 而未來只會更加嚴峻 什麼時候了 已經到年底了 還在跟你討論極端天氣 沒錯 美國正遭逢百年來 最強的怪物等級颶風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是追風獵人 它如何衝破了風牆 搏命地飛進去裡面 驚險狂晃的這個畫面 被嚇死人 甚至更可怕的是 本來要規劃安置災民的巨彈球場 看似固若金湯的屋頂 居然被強風撕成了碎部 還不只有在這裡 另外一個災難現場 我們給大家看到的是在 沙哈拉沙漠 居然淹成了一片汪洋 反了 全反了 對 俊翰哥現在來講的話 極端氣候真的是讓美國受了重傷 還記不記得 我們上個禮拜還在討論誰 那個颶風叫做海倫 海倫洗了一圈之後 大家造成很多很多的傷亡 甚至有上百萬戶都停電 海倫剛走 大家想說應該沒事了吧 結果Milton來了 Milton被號稱為 百年最強的怪物颶風 你知道它有多可怕嗎 它在外海的時候 從熱帶風暴 然後變成一級颶風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只花了多久的時間 只花了十八個小時 怎麼這麼快就把它養大了 把它養大 它就說那個外海的海溫 非常的高 就像是一個什麼 免費的buffet一樣 一直吃 一直吃 吃到最後你知道嗎 你看啊 颶風要來了 應該海浪很高吧 結果沒有 既然這海水的 這個水位是下降的 為什麼 都被Milton給吃飽了 結果一吃飽之後 你知道有多可怕嗎 一上去之後很少佛州 造成十四個人死亡 然後栽損有七百五十億美元 讓大家想到以前 Katrinia的噩夢都來了 然後這畫面 大家看起來覺得很可怕對不對 還有更可怕的就是 它這個颶風 不是一個Milton而已 它帶來了二十八個龍捲風 等於說它有雷雨包之外 它還帶了龍捲風來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房子 你覺得說那淹水就淹水 那怎麼房子咪咪咕咕咕 因為龍捲風把你的房子 給洗破了 洗破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佛州的州長 還有他們經常告訴大家說 你們趕快逃 你們不逃的話 拜託你們 拿著麥克筆在身上 寫下你的聯絡資料 因為你必死無疑 你就像躺在棺材等死一樣 快跑 不跑你就等著被收屍 沒錯 好 那重點來了 重點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跑 那跑的話 有人從這個飛機上面 拍了一個大台長龍的畫面 這個都是車頭燈 車頭燈要跑出去 要逃離佛州 你趕快看過去 很驚悚 對 一個方向是沒有車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方向沒有人要去 另外一個方向要逃離佛州的 你看喔 綿延的車震 綿延的人籠 綿延的這樣子 大家就想逃走 可是呢 你一邊逃一邊 那個水慢慢的淹起來 甚至連那個路橋 跟你的水面是一樣高的 你一邊逃一邊 那我怎麼辦 你在跟死神賽跑欸 賽跑 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發生了 你要跑之前 你是要先把車加滿油 加油啊 因為你一定會塞車 一塞車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會很耗油 問題是很多人大排長龍 然後那些民眾在抱怨 我盤了半天 就要再沒有了 那我在原地等死嗎 對啊 那時候現在怎麼辦呢 他們就告訴記者說 那我怎麼辦 因為現在來講都已經塞住 塞住的話 你油關車也進不來 那我到底要怎麼辦 好 那這個沒有證 到底有多麼可怕 NOAH NOAH給大家一個照片 一個影片 這影片是什麼 是這個颶風獵人 颶風獵人只要每一次 包括像這種大型的 這些颶風來 他就衝到他的颶風口裡面 來看看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拿到很多研究數據 這些都是專業的 衝破風牆 沒錯 進到了風眼 對 進去看看說 到底什麼情況 要收集研究數據 結果你看 這些都是訓練有數的 這個颶風獵人 大家嚇到罵髒話 一直噴髒話 因為他們都戴了這個安全帶 然後整個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從外面看起來 他就覺得說非常的可怕 他們收到了一個數據 就是他們在這個風口裡面 大概他的風數 超過百公里 所以他們沒有想到說 那我怎麼辦 飛機都快解體了 都快解體了 所以這畫面看過去的時候 大家真的覺得說 那到底沒有 到底有多悶的一個可怕 另外一個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最要來的時候 佛州的紫色天空 這是什麼畫面 大家想說 哇 這個是煙霧瀰漫 是空氣污染嗎 沒有 這個是佛州那個時候 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天空上 有很多的紫色的彩霞 可是他感覺上不是急躁 因為地上有很多的沙丘 都跑出來了 這些動物是最敏感的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就是天有意象 那誰來了 梅爾頓來了 梅爾頓來之前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人在看AMLB的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因為接下來就是要開 接下來就是要用這個球場 來做一個收容中心 你看到這一條一條的橫槓 其實他是光芒隊的主場 他是一顆大型的巨蛋 這是大巨蛋的屋頂 所以大家想說 我們這個巨蛋外面的殼 因為它應該是非常非常的穩固的 所以準備要把居民 把災民 把它集中在這裡 結果沒想到弄成這樣 你看巨蛋 過弱金湯的屋頂被絲長的碎片 透過那個洞 你看進去 下面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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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要安置災民的床 已經擺好了 對 結果這個地方自己變災難現場 因為你所有的計畫都趕不上變化 大家覺得說你巨蛋的屋頂 怎麼可能會不見 怎麼可能被吹走 因為他這是說 很加強強固的門 是 存品康納的這個巨蛋球場 結果下面的床擺好了 結果風把屋頂給牽走了 是 現在來講的話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有數百萬的人流離失所 然後有數百萬的居民 其中有兩百萬 是從海倫的時候就開始停電 然後現在又這樣子的話 你叫這些人要何聚何從 沒完沒了 好那留在這地方水漲上來了 風刮過去了 他們的家園後來怎麼了 非常的可怕 房屋整個被水沖走 為什麼房屋會這麼樣的不堅固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這一個Milton來講 它不是一個大型的一個颶風 它裡面霞帶了雷雨包 然後還帶了二十八個這個 對這個非常的可怕 然後呢 它又有這個龍捲風 所以它造成什麼 複合性的災難 當你水一煙起來 龍捲風一尬過去之後呢 屋子就跟房子一起飄著走了 然後呢 整個市區呢 因為市區的話 基礎建設是比較好的 但是也泡在水裡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記者賣命直播 你知道嗎 站在那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相信這個記者一定有想過 我到底要不要下車 戴上的安全帽 戴上的狂風眼鏡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瞬間的一個風速 大概給大家一個概念 颶風一級是最弱的颶風 因為在一級以下 就是熱帶風暴 它到了五級 你知道嗎 三陀兒以他們的標準來看 大概只有四級 三陀兒對我們的高雄 對我們的基隆 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而這個颶風竟然達到五級 所以這個記者真的是賣命演出 我們常講風強宇宙 能不能想像一整年的雨量 兩個小時給它倒光會是怎麼樣 那就是會把沙拉沙漠淹成一片汪洋啊 大家都知道沙拉就是大型的一個沙漠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你能來想像這個是沙漠嗎 這看起來比較像什麼 西湖的一個場景嘛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乾燥的一個氣候 現在兩天之內下完了一整年的雨量 出現一個很奇特的景象 你現在看到了這個湖啊 它是一個綠洲的湖 而這綠洲的湖呢 已經消失五十年了 這五十年前有一個綠洲 現在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因為乾旱的關係 結果竟然在兩天之內 綠洲回來了 你要知道說 這東西不是下雨 你下到水桶裡面 你是下面整個海洋 都是雨量之後呢 你綠洲裡面的湖泊才會出現 那你知道嗎 這狀況來講 不是說哎呀 怎麼沙漠變細湖 其實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傷亡 因為這個就是極端氣候 而接下來 當你整個沙哈拉沙漠 滿滿是水的時候 你會發生什麼情況 會有熱對流 然後呢 就開始會有雷暴雨 所以這下來講的話 你接下來 你的沙漠會爆發洪水 因為它是一層一層來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摩洛哥這邊的話 大家是怎麼樣 涉水避難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 有一天沙漠的地形 會變成洪水的地形 所以它下面 沒有足夠的這個排水系統 大家人一手拉一個來疏散 但是呢 還是傳出了不少的人員的一個傷亡 好 摩洛哥你要知道 這個地方過去一直都是 相當相對乾旱的所在 結果現在排水性 應該非常強大的一個地表 最大的沙漠 沙漠拉都淹場的水 或者說水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宣洩了 這個地方直接就變災區 淹成一片啦 它根本來不及宣洩這些洪水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車子呢 就像是撞珠塔一樣 棒棒棒棒棒 然後呢 很多的人民一開始想說說 我們想辦法去搶救 把它拉到比較高的地方 問題就是沒有比較高的地方 2024都要到年底了 老天爺到底在跟地球人打什麼 對 現在來說的話 這兩天你將會看到一個 如果緯度比較高的地方呢 你會看到很漂亮的激光 過去來講你激光要去北極看 要去南極看 可是日冕的這個 強烈的這個風暴物質來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在緯度40度的地方 而台灣呢 大概是緯度15度 甚至我們都有機會可以看到 在美國的話 連阿拉巴馬這個地方都可以看到這個激光 都什麼時候了 還在跟你極端天氣 對 老天爺沒有在跟你分春夏還是秋冬 你看這畫面 美國遭逢百年來最強的怪物等級的颶風 追風獵人 撞破了風牆 搏命飛進去 驚險搖晃了這個畫面 我可怕嗎 更恐怖的畫面在這裡 沙哈拉沙漠 居然喔 沙漠地方淹成了一片一片如海洋 如湖泊一般 怎麼會這樣 因為兩天降下了一整年的降雨 沙漠淹大水 到底2024都走到年底了 老天爺在跟我們地球人打什麼pass呢 這幾天 太陽發生閃燕 因此產生磁暴 這個其實並不常見 那麼氣象署也在10月10號 國慶日當天發布了磁暴 說會持續54小時 那麼磁暴還會產生另外一個狀況 可這個狀況不是困擾 反而是美景 激光 我帶大家去看 這個強烈磁暴來襲的時候 先看美國的阿拉巴馬州 阿拉巴馬州這個磁光綠色的 突然又上角又變成紅色橘色 這個就是一個科學現象 但是有時候美麗的事件與現象背後 往往會纏著對人類的傷害 你說現在的極端氣候 不只說我們因為磁暴感覺 雖然是科學 但又像是市井 但的確要市井 你知道現在我們的氣象署就講說 今年的反聖陰現象 會比以往來的更高 會多出八成 那麼會造成什麼現象呢 一來可能是從現在開始 就這個月一直到11月 都要提防會比過去來的更明顯的 他們說叫持續性異常降雨 你說這樣的異常降雨 如果我說沙漠會淹水 沙漠不見得湖泊 50年不見得湖泊 我會突然又出現 你信嗎 信才有鬼對不對 可是摩洛哥就真的出現這種 鬼怪的現象 摩洛哥東南部 他是以極度乾汗為名 但你現在看到 你真的覺得他是極度乾汗 當然了 這真的是 五六十年來難得一見 摩洛哥說 我這裡極乾 還有跟阿爾及利亞 他們大概那一塊區域 可是他說兩天 就九月底的時候 兩天把我一年的雨給下掉 那一年的雨 大概什麼概念 大概250毫米 那麼他兩天下掉 而且甚至還有過之無盡 那就超過250 難怪 難怪現在沙漠就淹水了 還造成20個人死亡 然後呢 我剛剛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湖泊 那湖泊本來是乾涸的 他就這樣死而復生 50年沒水 現在變湖泊又重生了 那還有一些地方 本來都是沙丘 形成了新的湖泊 不過摩洛哥政府也說 這也不是什麼好現象 因為他們忍不觸訪 忍不及訪 怎麼突然會發生這樣 為什麼極端氣候 說到極端氣候 中國跟我們看到了 另外一個災難的現場 美國下個月要大選了 這大選前居然上演 這一段十月驚奇 這是什麼現場 觀眾朋友 這是被美國媒體形容 百年來怪物等級的颶風 它如何在溫暖的海面上 吸飽 吸土水分 然後拍打上岸呢 我們先看這個畫面 真的是 美國的民眾 在米爾頓颶風 還沒有來之前 就已經說它是怪獸 Monster 結果一來之後 它真的是怪獸 大家看 那個佛羅里達州 尤其是坦帕道 奧蘭多 那一帶 淹水 那已經是一定有的現象 好 這畫面是 有一個 裂風巨人 它就駕駛的偵察機 你知道裂風巨人 就是哪裡越危險 它越去 它就偏要飛到 米爾頓的中心去 結果我們來看到 它的偵察機在飛機過程裡頭出現什麼事 你有沒有發現這整個偵察機裡面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在搖晃 不過搖晃還好喔 你現在還只是在它的外圍喔 接下來你開始飛到它裡面 很密實的那個結構裡頭的時候 你看它拍它的窗外 感覺它的飛機 似乎都已經快要四分五裂了 接下來呢 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倒閉 你看右邊 那個人 右邊所有東西全垮 他也不顧啦 他先看儀器再說 不然它就白飛了 這個畫面更慘了 連拍的人都已經拍到 那已經是破水瓶線了 好 這個是颶風獵人氣象偵察機 我認為這畫面比電影還要來得聳動啊 不過呢 有一個畫面更聳動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大才是聳動 就是由SpaceX太空船 飛龍分機號從外太空拍攝到的 你說它是Monster 你說它是百年來的一件的恐怖五級颶風 那有多恐怖 你從太空看 你說它有多密實 你知道這畫面讓我想到什麼嗎 讓我想到明天過後 明天過後 電影裡面就有螢幕說 它因為有來了一個非常大的風暴 結果從太空看不就是這麼密實嗎 你看那個結構 你再去想想 剛剛我公布颶風獵人偵察機飛進去 那是什麼樣一個恐怖的畫面 好 那不過這邊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它雖然擺來的一件 雖然它是怪獸 雖然它是五級颶風 不過它登陸佛舟的時候 它降為三級 但三級就那樣了 好 我們來看 你知道其實颶風在登陸之後 除了造成了強降雨 除了造成了這個我們說的 強風之外 還會形成 就我們講的嘛 你如果突然這個氣流的擾動 突然一時過強 就出現龍捲風 不是 你覺得很喜歡 那龍捲風怎麼看起來 沒什麼在動 是怎樣 鏡子的畫面 不是 因為它的龍捲風結構太扎實了 所以它在那邊就很粗一根 那如果你再把我們近距離看到的 這兩個距離比較起來 你知道佛舟居民有多害怕嗎 我剛剛還問我們製作單位說 我準備的這個畫面 是兩個龍捲風 他說不對啊 不是兩個 是只拍到這兩個 你還沒有看到 不知道幾個 那麼轟來轟去的 所以非常可怕 你看美國出現 十九起龍捲風 那麼另外呢 我該說坦怕很慘嘛 那職棒 MLB一定想到坦怕光芒隊 坦怕光芒隊 他們的純品看那球場 你要知道 大巨蛋職棒的這種球場 那一定是都是 結構是非常 結構一定是非常注重的嘛 對不對 沒有 屋頂還是一樣被吹翻啊 他屋頂整個被強風吹翻 跟慘召摧毀 異象局就說 這是百年來的一屆的怪獸嘛 有人就真的要準備 要嘛固守家園 要嘛先看固守家園的人 他怎麼固守 來 這個 位於佛搜的有一個爸爸 他說 我花了兩萬兩千塊 美金折的台幣 大概差不多七十萬呢 去買了這些巨大的綁帶 巨大 大家看 畫面當中 他把房子五花大綁起來啊 綁起來 然後綁起來之後呢 他用那個鐵的錨釘 去固定在地上 觀眾朋友 你自己說 剛剛那些災難的畫面 你看了之後 你覺得他固定的了嗎 這個時候不小心的話 你真的是 嚇破膽 居然這個地方 鱷魚 冷不防的出沒 攻擊你 要追咬你 這是什麼地方啊 先看啦 這個鱷魚 直接已經 感覺 他確實想要上車 不曉得是說 他 他想看著你逃嗎 我不知道 他聞到食物的味道 還是他說 你順便 載我一程啊 給我搭個順風車 不曉得 但這個奇景 其實也不難解釋 你佛州啊 那邊本來就有很多的 你看長大嘴 在咬牙車啊 對啊 那個開門 剛剛我是不是開到開門 好像用門去擋 用門去擋他的樣子 觀眾朋友 這個星期開始呢 中國面臨更嚴峻的 極端天氣的威脅 特別是 長江沿岸 現在我們全部都要來關注這個地方 魔都上海 他這幾天迎來最強的暴雨 上海 變海上 這個噩夢又要捲土重來嗎 我們就說 這個夏天已經沒有人在談暖化 因為直接跳過 變成沸騰了 沸騰的大地 沸騰的海水 預告怎麼樣的高溫危機呢 既然跟我們先講 首先台灣光是我們的海峽附近 特別是台灣海峽 最近也來到30度的高溫 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 看到這個30度一定不以為然 包括我們這個單位小朋友 知道說30度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台灣全部都38度40度 各位不要搞錯了 為什麼 因為陸地跟海洋的比熱不一樣 海洋啊 夏天就算通常38度的時候 你知道它大概幾度嗎 就大概26度27度 所以在晚上的時候 它才會產生對流風有沒有 調節天氣嘛 調節的效果嘛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海峽30度 我這個真的是嚇死人 平常26度的海 你想想看 這麼大一片大海 70%海洋 竟然到30度 那代表一件事情 全球暖化 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步 可怕到什麼程度 可怕到可以讓直播主崩潰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南岸的女直播主 她來到這個台灣 我跟各位講 因為韓國的緯度比較高 所以其實韓國沒這麼熱的 夏天不會這麼熱 結果她來的時候 突然直播到一半之後 你知道幹嘛嗎 就這樣 又哭了 又傳言人家 媽媽咪啊 我的頭啊 我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他講韓文啊 就38度而已 有必要哭成這樣嗎 鐵砰 一直在那邊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講一下韓文嘛 對不對 你講到這個重點了 38度有必要這樣嗎 坦白講我也這樣認為 但可能對於這個韓國人來講 這個溫度太高了 人不舒服 所以他就現場有一些狀況嘛 因為我們平行而弱 我們那麼常在報新聞 跟大家介紹說 到底天氣世界各地多人 不是杜拜50度嗎 那邊又40幾度 拜託一下 連西伯利亞現在都38度了啦 你在看我什麼玩笑 這還好吧 有那麼嚴重嗎 但沒關係 人不舒服嘛 人家就躲來路邊求救 總而言之 他不只是天氣很熱 這個直播主也順利地 活到了熱度 真的很嚴重 觀眾朋友 特別中國我們要看到聚焦 整個長江沿岸 都進駐了高度警戒 為什麼 第一號洪水已經在湖南行程 水一路下去會淹到了哪裡 上海摩都 這個地方現在要高度警戒了 對 我們觀眾朋友 你自己看上海的這個雨 嚇得之大 你知道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嗎 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由於我們剛才一直在闡述的高溫 所以這個高溫 它警戒而來帶來就是會 前所未有強烈的熱對流 熱對流就是什麼 暴雨嘛 所以你看包括長江中江的水位 根本都已經快要超出幾間線 甚至已經超出幾間線 你仔細看 你現在看到所有淹水的畫面 所有涉水的畫面 甚至是整個路上行車 所有的輪胎 很有可能它的排氣管 都要擔心著會不會進水 這都已經變成了上海人的日常 因為他們所謂的暴雨 已經變成是現在天天 每天都是這個狀況 而且甚至是只要沒有淹到滅頂 都要偷笑了 所以你知道他們的民眾 奪絕衍生出了一種 因應這種洪水的方式 來 各位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一個 上海的一個婦女 這個婦女在做什麼呢 她拿著一個水盆 不斷地在往外潑水 但有意思的是什麼 有意思是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它潑著潑著的同時 下面的水還是不斷地流進來 下面的水還是不斷地流進來 所以很顯然 他們根本沒有應對這個狀況 各位你知道這像什麼嗎 就像你在游泳池裡面 拿著一個水盆 不斷地把這個水 往旁邊一公尺是搖 往旁邊一公尺是搖 請問會有用嗎 沒有用 因為整個上海 都已經變成一個大獅子 摩都上海 現在還不是最慘的 我們剛剛提到了 一號洪水是在湖南 一路沿著長江下游 再過幾天 會不會上海更警戒 再升高呢 我們來看到已經升高警戒的 這個地方叫做貴州 貴州現在淹成什麼樣了 對 我沒有說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說 上海那個還算慶幸 來 各位我問一下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你覺得這是什麼 港口嗎 還是什麼 這還是哪裡 都不是 那個是巴士 羅洛夫講話 你還以為是什麼接駁船 完全不是 甚至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更可怕 為什麼 因為它的水流之大 直接把整個山體 給沖得崩落 沖得崩潰 甚至連地下道 稍微有低瓦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旁邊 洪水不斷全全的湧出 甚至你看這些民眾 全部躲在橋下 完全不知所措 因為那台車 我跟你講已經報廢了 這是他們現在面對的狀況 過去這個地方是一個古鎮景區 結果現在通通變成汪洋一片 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這些建築物有些地方 包括它的頂部 都是一些裝瓦屋牆 代表這是一個古色古巷的地方 而這些古色古巷的地方 代表它已經 助力在這邊很長一段期間 但這一次的洪水 已經將它們徹底的摧毀待機 剛剛那個畫面你看到沒有 已經水是滿到了整個一樓二樓 我不知道它原本幾樓 但是只露出一個屋簷 代表這個水量之大 而且你看這個畫面 你會知道 它原來應該就是一個河道 可是河道已經滿到旁邊住戶 滿過了堤防 滿到了道路 滿到了屋簷下樓 對 沒有說 因為我們要知道 因為長江下樓 它一定很多有種 截區彎流的地方 而這種截區彎流的地方 很多包括這種古城古鎮 因為它是叫古城古鎮 它住在這邊很久一個情節了 所以這時候 你如果說河水一旦遇過 它的我們講的幾件事之後 它蔓延開來 整個所有的區域 全部都會變成汪洋一片 甚至是我們看到沿岸的提案 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畫面 非常的驚悚 為什麼 它等於是有一個商鋪 那這個商鋪 它擺著一個木船 有沒有我們剛才那個畫面 是不是有流過去 休息各位你現在看到了 有沒有 整個木船都被衝走了 各位啊 那個木船 本來是應該走在河上 你說宇璇 那剛才那個不就是河嗎 不是 那原本整片都是陸地 甚至是有一些 險象還剩的傾向更加可怖 為什麼 可怕在哪裡 比如說有一個老人家 來各位你仔細看喔 有沒有看到一個老人家 坐在木板上 你想說哇 這老人家怎麼那天還不是耶 底下有一二三 三個人頭都已經水淹極尖 他們是擔心這個老人家的安全 所以才撐著那個木板 然後甚至是墊著腳尖 用游泳的方式 想要把它帶到安全的地方 雖然說這個叫做 患難中見真情 患難中見到人性的光輝 但你想想看 對於這些身家財產 都在這邊的人也親和一看 今年已經很少在聽到 什麼全球暖化 跳過暖化 全球都沸騰了 也難怪你看到 人間仙境的瑞士 居然出現了這個末日的景象 對以前大家講到瑞士 會想到這種 我們講的非常多的樹林 然後一片的這個 這個我們講人間仙境的狀況 結果不是各位 你看到這個 這個已經不是中國了 我們已經翻篇了 已經來到瑞士了 竟然全部的我們講的綠草如蠅 我們的樹林 都被沖成六甲埋 甚至連這個道路 連這個小橋 通通他們講30年以來 從來沒有看過瑞士 有這樣的暴雨的景象 而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 以前有一首歌 大家記不記得的 叫做我家門前有小河 後面有山坡 結果來 我們來看到瑞士 這個變成什麼 不是 是 我家門前有洪水 後面有山崩 有山崩 變成山崩了嘛 對不對 各位 你仔細看 我們大家看到 這台汽車的畫面 非常的可怕 有沒有 那個汽車的畫面是什麼 就是它前面有這個紅色 你看這個山崩的程度 完全整個洛石 源源不斷的而下 而且這已經不是 土石流的程度了 你有沒有仔細注意看 俊翔哥 那個洛石是一塊一塊 塊狀之大 不斷的由我們講的山底 直接滑落下來 而甚至有一台汽車 還因為整個水流的太快 最後不敵這個水流 莫名其妙整台車 逗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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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 這些所有的車子 通通它原本不是在這個位置 是被這整個土石流 有沒有看到 從上面一路在蜿蜒沖下來 完全變成了自由落體的河道 好 我們看到了 這個是非常驚悚的末日景象 在人間先進的瑞士 再給大家看一個地方 義大利 義大利也很慘 熱嘛 就熱得要乾要死的 結果居然 義大利北部發生的這個山崩 洪水 土石流 這是哪來這麼多水啊 我們剛剛才唱完這首兒歌 結果你看 景象來到瑞士 現在要跑到義大利 結果狀況完全一模一樣 明天是小鼠 氣象專家提醒 台灣會更熱 不只是紅番薯而已 會紅到發紫 紫到發黑呢 但這恐怕只是小case 看看美國發生這麼驚悚的事件 中暑倒地 碰到了彷彿尖台一樣的炙燒高溫地板 結果燒燙商居然必須要截肢 你看到就是這個人 而在印度呢 印度暴雨成災 到底這個雨帶來的洪災 可以淹多高 連大象都幾乎要集體滅頂天佑地球啊 對 現在來講的話 極端氣候讓整個台灣 整個地球 整個世界都燒起來 你先看一下台灣 台灣因為這個高壓的籠罩 再加上台北 尤其是台北 台北這個盆地 舉個熱倒的效應 然後高壓就像是一個透明的罩子 把它蓋住的 然後太陽一直曬 一直曬 一直燒 一直燒 好 現在來講台北的高溫 已經達到攝氏39.7度 那現在來講的話 你說會不會破紀錄達到40度 氣象專家說呢 很快就有答案 如果持續燒下去的話 這一個熱罩子一直燒一直燒 大概40度很快就會見到了 很快就會40度了 哇 那這是台灣發高燒 那這幾天啊 大家在這注意 哪裡溫度最高 到底什麼地方 一揭曉不得了了 居然是在好山好水的玉里 好 在玉里這個地方啊 我們仔細看 這個地方啊 它有點變成S型 這個東西是軌道 軌道變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它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就是因為高溫 然後呢就變形 變形之後呢 你說要趕快來處理 那這個火車呢 只能用時速30公里 慢慢慢慢的通行 如果呢 你時速太快的話 太快的話恐怕就會翻車 造成意外 那這個東西 連太陽都直接曬到變形 另外來說在台北 我們常常騎的U-bike 現在很可怕 過去來講 你騎摩托車最怕穿短褲 你躺著 哇 開的蓬皮 連這個我們大家穿的長褲 想說應該沒有問題吧 結果一租下去 也是蓬皮 然後呢有人去測 天啊 竟然達到了71.8度 那就有人說 你要不要在上面造一個棚子 問題是很多的戰場 是沒辦法造棚子的 所以大家都想說 你去之前 要先懵著 小心一點 你不要一屁股坐上去 尤其是你穿短褲 運動短褲 這個下去的話就碰壁 因為如果你直接下去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狀況 像這Arizona這個男子 他就穿著T恤 穿著短褲 然後呢在超商門口 他就是一時之間 因為太曬了 昏倒 昏倒之後呢 他竟然薄油是高達82度 他躺在那個地方 太久了 沒有人發現他 當他被他發現 趕快緊急就醫的時候 他整個右腳沒辦法了 膝蓋以下只好截肢 因為燒燙傷太嚴重了 所以這個來講 你不要覺得說 哎呀我稍微燙到一下 應該還好 如果你一不小心 你失去了意識 然後像這一個阿伯一樣 整個倒在地上 當你被發現的時候 就是截肢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從來沒有聽過這麼驚悚的 你居然燙到必須解肢 對 還有一個蠻誇張的畫面 這個仙人掌不耐高溫變什麼樣子了 好我們先看這個仙人掌 這個仙人掌竟然直接斷掉 其實我們知道仙人掌就是最耐高溫 最不需要水分的 它可以在這一種酷寒 在這種酷熱的天氣裡面長得很好 可是因為真的是太熱了 太缺水了 所以它竟然自己截肢 自己斷掉 那樣的話它才可以原本的部分 它可以繼續活下去 不然的話大家就一起死 所以熱到連仙人掌都受不了 你說其他的一些生物 其他的一些物體怎麼辦 這個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美國那邊的一個垃圾桶 這個垃圾桶人家說軟腳了 什麼意思 熱到受不了的最後這個塑膠桶整個融化 那塑膠桶融化之外呢 還可以看到的是美國的車燈 這車燈像不像流眼淚 哭了 真的是流 熱到融化 對 熱到流眼淚 熱到融化 那這個來講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很離譜 因為你車燈 你要進到這個汽車的供應鏈裡面 你都需要很長很長時間的一個認證 那代表說呢 這些溫度是當初 這些廠商在做的時候 沒有想到有一天 地球會熱成這個樣子 水火兩極 現在看完乾熱之外 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子的一個暴雨 可以下成如此的一個 這麼多的洪水 對 其實呢 你一邊是熱 一邊就會帶來很大的豪大雨 那這個地方呢 豪大雨之後造成整個洪水帶來 然後呢 因為他們把陸基給掏空之後呢 加上到水面暴漲 竟然就直接把這座橋給帶走了 那在黃絲公園這邊的話 也是持續的有大水去沖刷陸基 陸基不見之後呢 你看上面這些房子 上面這些馬路 樓長寸斷 因為它不是從上面慢慢的洗刷 它是直接把你陸基掏空 所以當有太熱的情況發生的時候呢 就會帶來洪水 然後帶來一個熱對流 你最後就會變成這種複合式的災難 誰都受不了 所以那個力量大到連橋墩 橋的結構都能衝走 那你就更不要講說 在墨西哥的這個颶風的災難現場 這一部車子真是讓人頭皮發麻 貝羅過去來講的話 這種颶風都8月才來 但是你6月7月竟然就產生第一個颶風 而且是4級5級 然後一路掃過來加勒比海無一幸免 現在到了墨西哥 這個是油罐車 油罐車是幾頓重的一個油罐車 行走的時候竟然就被衝走 然後它的重量其實是很重的 可是洪水 砰砰砰砰 一直衝一直衝 當你衝過了一個極致點之後 整個油罐車就直接走了 順著走 但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當油罐車被衝走之後 它就變成什麼人間凶器 整個下流下去之後 然後打到哪裡你都不知道 那這個狀況是非常的危急 另外墨西哥的暴雨 我們來看一下 籃球場變成游泳池了 籃球場你知道嗎 因為它周邊有一個橫的東西 你看像不像是雨池 當你一瞬間的這個時雨量 下到太大的時候 又沒辦法排出去 然後就直接堆積起來 那除了你這個下雨之外 最怕的就是什麼 你下完暴雨之後 再給你冰雹 再給你冰雹之後啊 像這個它會變成什麼 一個冰川那這個冰川為什麼可怕 就是你車子 你在這個時候 你要上雪鏈也不太對 然後你要出門也不太對 就算我們覺得很危險 那我們都不要動吧 停在路邊 你一樣 你停車的車子也會被衝走 到最後這些極端氣候 讓每個人都變成了受災戶 好我們現在看完 美國 美洲 回到亞洲來看看 泰國極不平靜 你來看看 我們講為什麼沒有人是局外人 人家明明是一個 非常歡喜的一個現場 結果你看到 他被誰給纏上了 他被這個飛椅給纏上了 因為你知道嗎 要極端氣候 你要下暴雨之前 飛椅就會跑出來 然後這是一個現場 這什麼現場 人家的生日Party 找來的歌手要唱30分鐘 30分鐘要唱滿七首歌 那你唱下去之後 前面三首都好好的 突然之間要下暴雨的時候 飛椅就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 他就持續的繼續唱 上面的樂手也沒有停 那個吉他繼續打下去 打下去之後 這個歌手只好繼續張嘴 一張嘴 飛椅就跑進去了 然後還要換氣 他閃閃閃 他一開始閃閃閃 閃不了 算了 吃掉算了 哇真是專業 吃掉算了 真是專業 然後唱完之後 大家給他拍拍手 就說他唱飽了 然後也吃飽了 那這個就是極端氣候 你要下雨之前 會出現的這個飛椅成群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 這個極端到一個 什麼程度 在美國剛剛看到的 那個仙人掌已經熱到 都軟下去了 都斷下去了 我們給大家看到 印度的這個水 多到幾乎大象都要淹死了 巨探哥你看這個畫面 你從上面往上看 你會覺得這是什麼 這是魚吧 我在河裡面 我會覺得這個是河馬 對河馬 對 沒想嘛 因為在河裡面嘛 可是你仔細空拍機 這樣掃過去 你會發現 他們怎麼有長長的鼻子啊 這是一個象群 象群呢 其實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突然遇到洪水暴漲 整個就淹起來了 然後你看這個畫面 其實真的是很不忍心啊 觀眾朋友 今天晚上變天了 三巴颱風的外圍環流 甩雨之下 封面加上東北季風 台灣的北部 東北部 今天晚上開始變冷 變濕 再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湖北宜昌的鬼切怪風 眾人用力拉雨棚 結果天啊 一刮上去整個人被甩飛 重摔地上 到底怎麼天氣這麼怪 夏天平均溫度 都已經來到史上最高 加劇了風暴強度 沒想到更要命的是專家說 冷空氣下不來 今年暖冬機率會變高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壞消息 對 其實今天下午開始呢 臺北的街頭 已經開始慢慢地飄雨了 然後呢 感覺到這個氣溫要開始下降了 但是臺北其實還好 再看一下這個颱風呢 三巴颱風呢 襲擊到廣東的一個街頭啊 所以戰將那個地方呢 它的食雨量到了多少 到了338毫米 338毫米已經打破當地的 一個紀錄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高架橋還是地上 其實都已經變成大雨漫步了 甚至呢 你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說呢 有女騎士騎著摩托車 直接就被沖走了 那被沖走的情況之下呢 很多人想要去救她 救不了她 因為其實摩托車 對他們來講也是蠻貴的 那你就這樣子抓著 抓著她之後呢 想要說看能不能有人來救 救不起來 那另外來講的話 有人在苦中作熱 因為這個淹水的高度已經超過一兩米的高度 所以有人怎麼樣 直接在大街裡面游泳 那這個就是一個38暴雨 達成廣東湛江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災情啊 那另外來講的話 這個畫面其實就有點奇怪了 因為下大雨 所以呢 有雨 有這個雨跑出來 有雨跑出來之後 它竟然有人啊 很無聊啊 拿了一個繩子 告訴大家 它在溜魚 但其實它溜了這個地方 積水不夠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 魚的鳞片在地上摸啊摸啊 這個是常害動物欸 我的天使 那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湖北有個餐廳 這餐廳呢 它是比較像是戶外型的餐廳 它專門是來辦活動的 所以呢 大家在外面 辦露天來吃飯 上面有個棚子 結果呢 一陣狂風 整個吹起來了 這個畫面 像不像好萊塢電影裡面的天外奇蹟 天外奇蹟是用氣球 把一個房子給吹走 沒想到 它竟然是拉在這個地方 那它會覺得很奇怪 我為什麼要拉在那裡 上面有一個人 掰著這個鐵架 整個被吹上去了 對 一陣一陣有一個 在右上角有一個是整個帶出去 然後離開了畫面了 不過幸好呢 後來去追查知道說呢 其實幸好只有挫傷 那當時候呢 因為風雨很大 所以老闆就叫員工 還有這些首客就說 大家來倒三缸 來幫幫忙 拉著這個棚子 棚子吹走了 大家聲音就不用做 沒想到 這個怪風一路吹上去之後呢 竟然把人帶棚 直接給吹走 那這個地方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強振風大家來看 走在路上啊 都走不過去 然後呢 其實這個畫面 一開始大家還在拍的 有點好好玩哦 怎麼風雨那麼大 嘻嘻哈哈的 結果呢 畫面到了後面 就變成尖叫聲了 因為很多人都直接被衝倒 所以呢 這個就是在廣東 在湖北 在湛江這邊的一個災情 另外在東南亞 緬甸的陽光 其實在過去來講 這個時候呢 都已經快接近11月了 沒有那麼多的一個下雨 但是這個東西 竟然已經是淹到了 兩公尺高啊 他們說呢 現在生意都不用做了 很多人呢 出門就是這樣子 想辦法說 把東西頂在頭上 盡量不要泡在水裡面 然後他們現在 其實已經積水很多 很多了 很久了 那這個人呢 最慘 他是想要把他的小狗救出去 弄了一個白啊 弄了一個小木舟 結果沒想到 破了 所以就變成說 他把狗放在這個 放在這種 獨木舟裡面 然後呢 自己要一直嘛 搖水 把水搖出去 不然的話 那個連狗帶人 都要一起滅頂了 好 我們看到了 這一次的一個 極端天氣肆虐之下呢 再來給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會覺得 哇 連這裡都淹了 泰國 多少人解封 就往泰國衝啊 大家都覺得說 去泰國 然後呢 大家 帕塔亞 應該就是很開心的地方 但畫面看下去 帕塔亞這一陣怪風 其實仔細去看 他已經是一個龍捲風了 大家都去過帕塔亞 都是一個風光明媚的地方 到了晚上 也是滿涼爽的一個天氣 但是一陣怪風呢 在帕塔亞這邊 造成很多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東西都被他給吹走了 那 除了帕塔亞這邊的話 泰國的一個風暴 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泰國的風暴呢 也有一個鐵皮的一個屋頂 鐵皮屋頂 一二三 沒了 大家想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鐵皮屋頂下面 都是他的家當 然後呢 一二三 啪 整面都消失不見了 2023的這一年的夏天 史上最熱的一個夏天 連海水溫度都跟沸騰一般 好不容易等到現在天氣慢慢要涼下來 但是專家說 今年有很大的機率 會是暖冬 玉峰 這個暖冬意味著什麼樣一個 下一波更大的災難 對大家來想一下 其實今年大家都知道 從六月開始就一直提醒大家 今年有聲音現象 聲音現象 聲音現象 然後不但沒有燒指呢 這聲音現象越來越明顯 聲音現象會造成什麼樣子 造成冷空氣下不來 冷空氣下不來 你的冬天呢 就不會這麼樣的寒冷 不會這麼樣的寒冷 就代表說 海水的溫度是高的 海水溫度是高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不管是颶風 不管是我們颱風 不管是任何的風暴 它的風暴的速度都會變強 然後呢 它的威力都會加劇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 整個亞洲 從台灣看到了 整個緬甸泰國 觀眾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 墨西哥 我的天啊 這個畫面簡直是 浩劫一般等級啊 對 其實今年來講的話 包括美國 包括墨西哥 一直有這些颶風來襲擊 但是沒有想到 一個市集的颶風 叫利迪亞 直撲墨西哥 直撲墨西哥之後呢 竟然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 這是一個Buds Shadow Bus呢 停在這邊之後呢 大家要怎麼走 大家要像是坐流龍一樣 丟一個繩索 然後呢 拉著繩索 那這些是他們的私人財產 這些摩托車 想要救 救不了 所以呢 都叫摩托車 連人一起被衝走 這個是已經深秋準備入冬之後 雨水應該相對比較低 對 哪來這麼多水啊 這個東西 這個颶風 就是因為海水溫度高 所以造成颶風 它的風暴 它的速度 其實你仔細去看喔 在墨西哥這個地方 還有洪水 直接沖垮了這個房子 像不像之前台灣 有個颱風 整個轟下去之後呢 它先掏空地基 掏空地基 而且一天兩天之後呢 在上面的話 因為蓄水的關係 整個土石流就崩了 崩了之後呢 連房子都攤下來 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路 山下的一個公路 你看看這一棟 房子幾層 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是 大家會想說 墨西哥是不是 他們的基礎工程比較不好 其實你要去想 他們過去來講 沒有這麼極端的氣候 房子根本不太什麼需要挖 什麼連續BDRC 我就是 它就是這樣去啊 它的安全係數 根本不用考量到這麼多 但現在的話 只是連續幾天的暴雨 變洪水成災 就這邊土石流 就給沖走 那這些房子 其實影響的是人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連羊妹妹都完蛋了 影響的是牲畜 對 連牲畜 這也是墨西哥 然後呢 連續幾天的暴雨 大家這個雨 這個羊都 躲到這個棚子裡面去了 結果沒想到 你看 一瞬間 棚子被吹走了 傻了 傻了 一直看天空 我要往哪裡去 對 這個畫面 其實看得很不捨 你看外面下暴雨 一先 再先整個先掉了 整片就先掉了 然後呢 羊就跑出去之後呢 不行了 沒有 沒有屋頂 我還是再進來 但是真的是無處可逃 這個夏天 天氣到底可以極端到什麼程度 不是才說 越來越熱嗎 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都快七月了 四川居然下起大雪 一秒回冬天 在另外一頭呢 熱浪照頂 我們去美國看看 美國熱到什麼程度 最耐熱 最耐旱的駱駝 居然 倒在路邊了 對這兩天來講 台北可以說是熱爆了 可是呢 在這個炎炎夏日 在六月 大家有沒有聽過 六月雪 現在中國大陸來 竟然真的是下雪 下冰雹了 我們去看北京 北京這個地方呢 你先看這個畫面 你會覺得這個雨 怎麼這麼大 你看打到地上的那個水 都整個漸起來 結果呢 他們去看說 不是 這個是什麼 大塊大塊的冰雹 有些車子都被打出洞來了 然後想說 你六月在給我下冰雹 而且冰雹要下多久 要下多大的量可以堆成這麼厚一層 對 他就是連續下了幾天幾夜之後呢 積了一尺的一個深度 所以你現在要出行 你要出門 你要先開始挖 可是最可怕的件事情是 不是你挖完就算了 你挖完之後呢 天上又繼續下雨 所以你會看到這一個 像不像是北京的冰川 他說這個東西的話 你車子根本不能出門啊 不是你裝雪鏈就可以了 這個是在北京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在哪邊呢 四川 六月竟然下起了六月雪 而且呢 他這個雪是來得非常的突然 凌晨三點突然下起了暴雪 然後呢 拍影片的人 他自己先拍了自己穿的短褲 為什麼穿短褲 穿短鞋 代表他沒有料到這裡會下雪 六月我出門 當然是穿著短褲 端著球鞋 這麼刻 結果呢 開著開著竟然就開始暴雪 然後呢 他就說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他衣着貪飽 只打哆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想到就這樣子 下起大雪來 而且一整排的車都不能動 為什麼 大家都沒有上雪鏈 大家都不知道說 突然之間就開始下暴雪 這就是紮紮實實 你看到的極端天氣 去美國看看 美國已經到了死神 來敲門的地步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好 猶他州的這個拱門公園 你先看一下 他之前是非常漂亮的 他是一個像是一個 像是峽谷的一個地形 為什麼會有人在這邊 你 這是之前 之前看起來是非常的乾 非常的漂亮 然後一個峽谷的地形 結果呢 大家去践行 去hiking 結果突然之間 沒有遇過 你有洪水出來 有一個人 這個人是怎樣 這個人就是呢 他們是践行去hiking 然後上去之後啊 下不來 突然遇到暴雨洪水 然後怎麼辦呢 那你只好做垂吊 所以你用繩索把它垂吊 一個一個掉下來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紫神找上門了 所以過去你看到 他之前的那個影片 乾到不能再乾的 一個美麗的所在 哪來一下子 這麼多水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極端氣候 現在極端氣候的話 會造成很多地形 地物 還有地貌的改變 在這地方 它是一個足球場 這個畫面非常的驚悚啊 我往外看一下 你看到這足球場 像是在中間 挖了一個洞 這上面原本有個桿子了 好一個照明燈 整個就 啪啪啪啪啪啪 就照下來 然後這個洞 大家想說奇怪 你是哪裡來的天坑 而且這下面不是原本 對啊 你這下面原本不是應該 都是有夯食的土壤嗎 到底是怎麼樣 又不見了 他們說這東西 也可能是極端氣有 然後造成一個地層的成癮 你在外面 你看不到 你以為覺得都是平的 對不對 你下面因為一個地層成癮之後 不見了 不見之後就突然消失了 幸好這個時候 在發生這個情況的時候 沒有人在打球 如果在打球 不嚇死 整個就這樣子 就崩起啊 這真的是很嚇人 有夠毛的 另外一個匪夷所思的是 你說水很大 天氣很劇烈 沒有關係 如果很熱 駱駝最耐熱 最耐旱 駱駝也投降了 你看一下這個駱駝 你看喔 在過去來講 大家都覺得駱駝 在這種炎熱的天氣 在這個沙漠裡面 就是只能靠它嘛 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駱駝 其實我看它的眼睛的時候 非常的不捨啊 它就是走著走著 它那時候也沒有背東西 它就走著走著 然後雙溪 雙溪一跪 它的眼神就告訴大家 算了啦 不走了 真的是沒辦法了 因為你前面還不知道 哪個地方有遮陽的地方 然後走著就跪下來 幸好有人趕快去拿水去餵它 可是你看它的眼神 就像駱駝哥講的 真的很厭世 這種天氣 連駱駝都走不下去了 今天改當羊好了 不要叫我駱駝 好 我們給大家看到 極端就是乾就乾了個要死 剛剛看到連駱駝都撞不住 再來看到 那麼大的雨 造成這麼大的洪水 連火車都翻車了 對 這是在哪裡 這是在俄羅斯的 空密共和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沒有注意到說 其實水一直跑 一直跑 把這個鐵軌下面的土 給拉空了之後 最後掏空了 掏空之後 竟然就直接脫軌 你脫軌之後 不是說你這一節脫軌 因為這個東西 是一節扣一節的 所以當你有一個部分被掏空 你的地基不見之後 你的鐵軌是歪了 砰就出去了 出去之後 能造成兩人的一個死亡 甚至現在在這個時候 還有俄羅斯的民眾說 他回到家 因為外面在暴雨 他回到家 終於沒事了 結果一打開門看到什麼 哇 這怎麼回事 這可是大家的樓梯間 對 他在樓梯間 他說打開之後 我知道你是要回家 他當天一邊拍影片一邊說 那我現在到底是要出去 還是回家 因為感覺到家裡面 淋得比外面還要大 這就是俄羅斯的一個暴雨 好 我們講到俄羅斯還沒有 水更深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欸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要不講你看得出 這個是公車嗎 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們說 很多的民眾 我覺得戰鬥民族在戰鬥民族 一開始他們不以為意 還一直一直發文說 SWIMING PARTY 叫大家來SWIMING PARTY 結果過兩個小時之後呢 發文的標籤要改掉了 HELL Safe Earth 我已經來到地獄了 對 叫大家來救 因為其實過去來講的話 因為公車底盤是比較高的 可是你看到公車已經快要被淹沒了 然後呢 大家民眾是穿著雨衣 帶著雨具 一步一步要往前走 如果沒被走 如果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被衝走 今天節目看到這個地方 你已經短短幾分鐘 把乾跟熱 熱跟下雪全部都看完了 所有能夠形容氣候的 都在同一個瞬間 全部發生 對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我覺得大家應該看到這一題 也很有感觸 印度開始熱了 然後呢 現在來講台灣 台北也非常的熱 這是他們的一個部長 這個交通部部長 你看他的狀況 其實我們再仔細看一次 從頭把他放下來 他現在坐在那邊 你看他好像 他的眼神有點不對勁 對 他就是已經 已經是太熱中暑的情況之下 然後呢 差點幫下去之後呢 旁邊水戶把他給帶過來 他講說到底什麼情況 你去出席一個會議 你會熱到中暑 因為現在印度來講 熱讓來襲 50度 50度 我們在台北 我們這兩天都已經受不了了 連出門都覺得要有勇氣才敢出去 但是呢 竟然熱到50度 這個鸚鵡 他竟然是飛著飛著 直接被擊落下來 被什麼擊落下來 被高溫擊落下來 他飛著飛著 就倒到地上了 因為他也熱衰竭 然後呢 民眾再給他一點水 一點水之後呢 他才掙扎的站起來 所以呢 你現在不管是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這個熱度 已經熱到 大家都受不了了 我們給大家看到 另外一個國家在西班牙 西班牙遭逢被形容是 氣候海嘯 哇 這個形容太驚悚了 這個地方是哪裡 度假小島 結果呢 突然之間 大家旁邊為什麼有很多的陽傘 跟這個椅子 大家這邊喝個咖啡 然後呢 看著海 應該很舒服的地方 一瞬間撞成一團 大家想說奇怪 這個地方怎麼會有海嘯 沒有地震怎麼會有海嘯 那就是因為你的氣候 太極端的情況之下 出現了氣溫海嘯 這個氣象海嘯的狀況 就是說你溫度 溫差太大的時候呢 你會影響到這一個海水 是這樣子 一個地震呢 發生了一個海嘯 很多人都嚇得跑走 那另外講西班牙 除了這個海嘯之外呢 還有風暴 這個風暴呢 非常的可怕 天上的東西呢 直接在那邊削起來 這是他們的屋頂 然後呢 吹翻的這個建築物 感覺像什麼 雪堤子 然後呢 又有點像龍捲風 一路狂捲 所以在極端氣候之下 真的世界各地都有災情 而是風暴會有瓶子 有這個風暴會的 其實是中央的 方式零捲風 一路狂更加 人造一路狂地零捲風 一路狂風 這路狂風 交了非常之一路狂風